大家好 Welcome to Sala Evo 欢迎来到Sala 热窝 Sala 热窝是波黑的首都 也是波黑的第一大城市 不过城市的人口比较少 城区只有27万多人 城市的规模也不算大 市区只有141.5平方公里 整座城市被米地亚斯卡河一分为二 城市主要的建筑都分布在这条河的两岸 我现在来到这个地方是Sala 热窝的制高点 从这个地方可以俯瞰整个Sala 热窝的城市 非常的漂亮 这个地方其实就是黄宝 是来Sala 热窝旅游必达卡的一个景点 山顶有一间咖啡厅 外围有一圈座椅 你看一大早就有很多人来这里 因为这里是俯瞰Sala 热窝城市的最佳位置 Sala 热窝最出名的其实是宗教的多样性 伊斯兰教 东正教 天主教 以及犹太教 在这里共存了几个世纪之久 正是因为其悠久的历史和宗教及文化的多样性 Sala 热窝才被称为欧洲的耶路撒冷 你看前面就能看到一个清真寺的宣礼塔 这边又能看到一个教堂 历史一看就知道非常悠久 像这样的建筑在Sala 热窝还真的非常常见 Sala 热窝在近代也多次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 1885年成为欧洲首个全天运行路面电车的城市 就是这种电车了 这个在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国家都能见到 不过Sala 热窝的才是最早的 我现在所在的这座桥叫做拉丁桥 这座桥在历史上非常重要 因为它发生了一件事情 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当年王楚斐迪南大公和他的夫人 从这座桥经过的时候 在桥的路口左转遭到了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的刺杀 就因为这件事情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就是这座桥 其实就是很普通的一座石桥 只是因为有了那段不同寻常的历史 所以这座桥也就不普通了 桥下就是米利亚茨卡河 当时还是枯水期 河床都露出来了 当地人喜欢这样坐在河边聊天 河的两岸分布有大量的历史建筑 这些建筑是萨拉勒沃最值得看的地方之一 1984年 萨拉勒沃举办了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这是冬季奥运会第一次在社会主义国家举办 因为当时的南斯拉夫还没有解体 同时这也是社会主义国家举办的第二次奥运会 2022年北京冬奥会 是时隔38年 第二次在社会主义国家举办的冬奥会了 现在处在的这个地方 就是萨拉勒沃的奥林匹克山 可以看到山下的冬奥村 现在这里安装有缆车 可以乘坐缆车上下 这里是当年的雪橇赛道 如今赛道已经演应在一片树林之中 赛道的墙壁上喷满了各种涂鸦 而这里则是当年滑雪跳台的遗址 虽然现在是夏天 但当年的滑雪道还是能看出来的 还有一个领奖台呢 附近有一些当年的老建筑 不过现在差不多都已经废弃了 到了1992年 在南斯拉夫解体的过程中 波黑伴随着内战而完成独立 当时希望独立的波斯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 与反对独立的塞尔维亚人之间爆发了冲突 导致了持续三年的波黑战争 萨拉勒沃就是这场战争的中心 当时的萨拉勒沃几乎成了一片废墟 现在还能看到很多当年战争留下的痕迹 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这种雪色玫瑰了 所谓的雪色玫瑰 其实就是当年战争留下的蛋坑 这在当年是造成了至少三人死亡的地方 战争结束之后 这些蛋坑被填上了红色的树纸 在地面上形成了雪色玫瑰般不同寻常的印记 在萨拉勒沃有很多街道的角落都能见到 甚至在一个菜市场内 还有一处带有炸弹的雪色玫瑰 时时刻刻在提醒着人们战争的残酷 这里刻着当年遇难者的姓名 其中有很多是儿童 比如你看这个 1993年到1994年 一岁不到就遇难了 可见战争是有多残酷了 现在在黄宝的山坡上就能看到一大片墓地 而且白色的石柱全都是墓碑 都是在那场战争中遇难的人 仔细看你会发现 这些墓碑并不是十字架 而是方间碑 上面刻着星月 因为大部分的波斯尼亚人都是穆斯林 在这里俯瞰整座城市 真的会有一种半成历史半成粉的那种感觉 特别是沿着山路往下走 看着旁边的这片墓地 河山下的萨拉勒沃城市 会让人对这里的印象更加深解分 萨拉勒沃的历史和文化 让这里成了欧洲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之一 《孤独星球》杂志 发布世界最受欢迎的都市排行榜 萨拉勒沃排名第43位 这个名字高估了所有前南斯拉夫成员国的首都 2009年又被评为最值得去旅行的十大都市之一 2014年获得欧洲文化之都的提名 这是欧盟以外唯一获得该提名的城市 所以每年都会有大量的国际游客来这里 不论是走在街上还是住清旅 也都会发现这里的国际游客 来源比贝尔格莱德要多得多 对于欧洲人来讲 来萨拉勒沃旅游还是非常简单的 第一期视频有和大家讲过 波黑有四个国际机场 其中最大的一个是萨拉勒沃国际机场 这里有非欧洲所有国家的直航航线 而且价格都特别便宜 而从亚洲过来则需要转机 而且机票的价格还特别贵 像我们中国人一般都是先到萨尔维亚 然后再从贝尔格莱德或者诺维萨德 坐大巴到萨拉勒沃的 萨拉勒沃有两个大巴车站 机场旁边的这个是南部大巴车站 虽然这个车站比较老旧 但是国际大巴基本上都在这里坐 从克罗地亚 塞尔维亚 以及黑山来的大巴也都停在这个车站 这里离市中心还有点远 得坐103路公交车去市区 坐到拉丁桥附近下车就好 车票价格是1.8马克 人民币7块钱左右 上车直接在司机那里买票 这里说一下 谷歌地图在萨拉勒沃没有公交车信息 所以只能用Moveway的地图 路线还是比较靠谱的 萨拉勒沃的消费水平和贝尔格莱德差不多 比如咖啡的价格一般在2到4马克之间 相当于7到4块钱人民币 在波黑一定要喝一杯波斯尼亚咖啡 就这种咖啡 这种咖啡和塞尔维亚咖啡其实是一样的 底部都会沉淀一层粉末 这个好像是巴尔干半岛特有的 和塞尔维亚不同的只是冲泡方式 这个是煮出来的 塞尔维亚咖啡是冲泡的 但是口感其实是一样的 不过你们有没有觉得 这个像是在土耳其喝茶 这个还真的是受土耳其文化的影响 而且在波黑 尤其是在木克联邦 土耳其的文化真的是无处不在 下期视频带大家去老城去逛一下就知道了 萨拉勒沃是一座历史悠久 文化多元的城市 这一期视频肯定无法全面解锁这座城市的 接下来我会用几期视频 让大家全面了解一下萨拉勒沃 行 今天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了 那咱们下期见吧 Ciao